Hello 宝宝们好 了解我的粉丝都知道 自己是很喜欢FM家香水 是富马尔香水出版社 每一款香水可以说是不惜成本和时间 最近我又发现了他们家的隐形宝藏 居家香氛 居家香氛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 都持续散发着香气 居家扩香的产品种类非常的繁多 有香氛蜡烛 香氛喷雾 香氛片 藤条香薰 等等等等 究竟应该如何来使用这些产品 一起往下看吧 比如说这只Perfume Gun 香氛喷雾 香氛喷雾呢 其实它是跟香水是一个意思 是喷在家里面 你立即需要散发香味的地方 在去除异味 既是天香的效果上 非常的有效 好处就在于 它可以控制你香气的浓和淡 通过你的按压次数 来决定香气的强度 浓一点或者是淡一点 可以立即让你的客厅焕然一新 我手里的这一瓶呢 是来自于富马尔香水出版社的家居系列 香气的名字叫Coffee Society 香氛世家 它的香气是中性而温暖的 不是花香也不是绿意 有清新的秘菊 宫丁香及肉柜 给家里带来的感觉 就是特别的亲切而温暖 你可以喷在玄关 客厅 洗手间 等等立即需要散发香气的空间里 如果你们家里有地毯 它的流香时间会来得更久一点 第二种最适合在家里营造浪漫气氛的 就是香氛蜡烛 我手上的这个味道 叫Country Home 江间木屋 富马尔的香氛蜡烛是由法国调香师亲自调制的 从嗅觉上来说 这是有高境界的带有氛围感的香气 为了确保香气持续而有力的扩散 蜡和蜡心也是很有讲觉的 富马尔蜡烛的蜡心呢 它都是特别定制的 精油和蜡 融合的最佳温度是在40度 温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香气 这个就非常考验法国制蜡师的手工胶筑经验 整个流程非常的费时费力 每个蜡烛都是唯一的 完全区别于其他的普通香氛蜡烛 也不是香水的延伸 这种独特的气味会让你的家瞬间高级起来 蜡烛里的香气会随着热力慢慢地散发到整个房间 瞬间你的思绪就会被带入到香间木屋 家里的布置是老式的古董价值 在大冬天里你围着壁炉取暖 听着噼里啪啦木头燃烧的声音 淡淡的带有烟熏感的香气 慢慢地飘向你 再配上音乐和红酒 看着竹心的晃动 整个人就特别地治愈而放松 使用蜡烛呢也要注意安全 要注意两个点 第一点燃烧的蜡烛呢你不能够太靠近窗帘 屋里没有人的时候要记得熄灭它 第二点燃烧的声音